拜访十八地名是否在跟前脚才刚离开了习近平 别苗头总统给答案 9月6号是死国的独立纪念日 这些日期是改不了的 您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应该是不相关的 与随团媒体查续总统倒是松口 今年APEC还是指派领袖代表出席 等于任内最后一次峰会仍无法打破先例 至于农业部长陈希仲现进口诞争议 遭批官位不动如山被戏称是小鹰男孩 与此同时随着郭台铭宣布参选 赖秦德被说是躺着选 总统却不认为 我不会觉得他是躺着选的 他的人格特质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他决定要做一件事 他都是全力以赴的 所以他不会因为就是说 或许他现在有一些领先 他就会松懈 我看没有 我看他还是忙进忙出 只是赖萧佩是否有谱了呢 因为萧美琴PO照片 称母亲要亲红房子搬家 倾出他儿时救护 不少还都跟台南有关 驻美代表难道要返台了吗 如果他有觉得有好的可能性的话 那就是要有当事人自己去谈 那如果有需要我协助的 那我当然也会帮忙 而面对选前蓝绿白厮杀 柯文哲又抛出组联合内阁 我相信人民都都期待了 选后大家可以整理好心情 超级政党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 不要忘了选后我还是总统到5月20号 所以如果在5月20号之前 我什么可以帮忙的 我都会尽力来帮忙 毕竟凡是有个万一 但总统内心希望的新总统 或许还是他 我们当然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让这个持续下去的 是一个熟悉这些事务的一个团队 TVBS新闻